看看新闻网 两个假护照的报道信息 也都没有得到 来自马来西亚民航当局的官方确认 而意大利和奥地利两国外交部 已经证实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失联客机乘客名单上的 一名意大利人和一名奥地利人 并没有登机 两人的护照都曾经在泰国被盗 路透社报道 如果失联客机上 确实有拿着假护照的乘客 尚不清楚他们是如何通过了安检